随着美中航班的不断增航 要说应是皆大欢喜 但没想到最后竟发展成了几家欢喜几家愁 美国最大的几家航空公司和航空工会 周四要求拜登政府停止批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新航班 称中国破坏性的反竞争政策 使美国航空公司处于不利地位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今年2月美国交通部表示 从3月31号开始 中国客运航空公司 可以将每周往返美国的航班 从目前的35架次增加到50架次 约为疫情前水平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航局也允许美国航司 每周直飞50个中美直航客运往返航班 但美方目前未使用所有的名额 这封信由航空公司机师协会 联合飞行员协会和民航乘务员协会签署 代表美联航达美等主要航空公司的 美国航空协会 周四在一封致国务卿布林肯和交通部长 故地甲旗的信中写道 如果任由中国航空市场继续增长 不考虑市场准落的平等 航班将继续被割让给中国航空公司 代价是牺牲美国员工和企业的利益 航空公司飞行员协会 联合飞行员协会和空乘人员协会 也联署了这封信 他们呼吁拜登政府 暂停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额外客运航班 直到美国员工和企业在市场上获得平等准入 不受中国政府现有有害的反竞争政策的影响 时间回到新冠疫情之前 美中航空公司每周各有超过150万往返客运航班 但直到去年8月前 两国间美洲营运的航班数量只有各12班 随后美中曾多次宣布增好 去年9月1号起 美中航班上升至每周18班 然后从10月29号起增至每周24套 美国交通部11月批准了35趟 中国航空公司的往返航班 从2024年的3月31号开始 中美客运航空公司数量增加了50个 美国主要航空公司担心 拜登政府可能会允许 中国航空公司将每周通航的航班数量增加 甚至翻倍达到100加次 美国航空公司和员工工会在周四的信中呼吁 中国在疫情期间对其市场实施的严格限制 影响了运营客户和机组人员 他们表示 这些行动表明 美国政府显然需要制定一项保护美国航空工人 航空业和航空旅客的政策 信中还称 中国航空公司继续使用俄罗斯领空 加剧了这种反竞争关系 而自俄罗斯在2022年初入侵乌克兰以来 美国航空公司一直被禁止使用俄罗斯领空 这造成了更多的飞行成本和时间 目前中美两架航班主要以探亲旅游乘客为主 特别是暑期即将到来 很多华人都做好了旅行计划 那随着北美直通中国的国际航班航线的恢复 跨境人员流动的活跃 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或加拿大华人 近期有回国旅游探亲工作的打算 近日中国商务部发了2024年最新版 外国商务人士在华工作生活之夜 其中详细介绍了外籍人士回国后的注意事项 以及涉及生活 居留工作相关的便利服务 其中包括住宿 通讯卡 银行卡 居留许可证 工作许可证 社会保险 开通移动支付 乘坐交通工具 缴纳个人所得税等事项 商务部在这份新发布的指引中提到 华人回国后务必要注意三件事情 具体如下 首先来华入境后 需要尽快办理住宿登记 其中若入住酒店可有酒店办理 持有效护照或其他国际旅行证件 在酒店前台办理 若入住其他地方 需在24小时内 向居住地派出所报备 携带与校护照或其他国际旅行证件 租房合同或房产证 到居住地派出所办 第二 在华工作生活期间 需要关注以下事项 第一 关注签证有效期 持签证入境 计划在中国境内工作生活的 自入境之日起30日内 根据条件换成居留许可 若需要延长签证停留期限的 应当在签证著名的停留期限 居留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 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 按照要求提交申请事由的相关材料 第二 关注居留证许可有效日期 居留许可期满后继续停留的 需要在有效期前30日申请延期 持有效居留许可 若更换新护照或其他拘留证件 登记事项发生变动的 需在10日内 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 办理信息变更 第三 关注工作许可有效期 外国人工作许可证有效期 建版30日前 应当向工作单位所在地 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部门 提出延期申请 第四 其他的注意事项 比如在中国社交平台留言 需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羊狗猫等宠物 要遵守相关的规定等 最后 在华工作生活 快速获取帮助事项 如果人身或财产受到侵害时 请拨打110 发现火灾时 请拨打110 急需急救时 请拨打120 护照遗失时 请立即向遗失地派出所保持 回国探亲访友 始终是所有身在海外的华人 离不开的需求 希望大家能在回国的路上 一切顺利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